然后咱们再来说 就是这个论文 我们该上哪里去找 找论文 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找法 并不是说 我们就直接去 直接百度去搜 百度去搜论文什么东西 百度去搜论文 基本上来说 一些经典的可以搜到 但是大部分搜到的东西 都是一些拉把气糟的 然后有一个东西 有个东西叫做一个 什么织网 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这辈子 都不要去打开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来说 织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织网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假设说 你现在毕业要求 让你去投一篇论文 有一篇发表出来论文 然后你想给它发表出来 你找一篇国内论文 就是找一篇杂志士的边界 600块钱800块钱 你说给我发一篇 没问题 人家直接给你发 然后给你一个模板 让你照着模板 去写这件事了 你就是把一个小说复制下来 放在中间的某一个段 人家都不会给你看出来的 照样能发出来 这就是一个什么叫做织网 非常非常不推荐的地方 千万不要上 自己上面找论文 自己上面找论文 就是你会觉着 他给你说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说的东西对吗 很大程度上 都是自己瞎编的 或者说在各地方 抄下来的东西 我们需要搜什么 我们需要搜这个东西 叫做一个benchmark 首先先跟大家来解释 有这样一个东西 benchmark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 把它放大一些 翻译过来 叫做我们的一个基准 那什么叫做一个基准 基准就相当于是 行业的一个标准 那当咱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说 现在要说找这个基准 那是找什么 相当于是找这样一个 比较流行的一个库 咱们来看 比如说跟大家来说 之前做过的一件事 我之前做过了这么一件事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之前 今天我是专门做图像的 之前我老板 就是突然有这时间 跟我说这样一件事 问我能不能去做一个 人体的一个姿态识别 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希望能打开吧 什么叫做一个人体 能打开 什么叫做一个人体的姿态识别 说白了 就是说 现在呢 我的一个人当中 是不是我有胳膊 有腿 胳膊腿都能动 胳膊腿的动的过程当中 你能不能知道 他在做一件什么事 那你要干什么 相当于是 你首先得定位到 我的胳膊在哪 我的腿在哪 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当时跟我说 做这样一个事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是懵逼的 就是一开始 其实上 我也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做 那这个东西 我该怎么办 当时其实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自己从头 从头的动手 开始去做吧 那你说这个事现实吗 这个事啊 非常不现实 当我们有一个任务 有一个挑战 或者说 今天来完成一个事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着 这个东西 你自己动手 从无到有 你就能够做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说 让大家低估自己啊 就是千万啊 不要这么去想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啊 我们要干什么 咱们要有公司啊 或者说是 做一些事 我们都要干什么 都要保证一个效率嘛 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最多的东西 学到最多有价值的信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先去找一找资料 先去找找资料 说白了 先去学 先去模仿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去做的 别人这么做做的好 我去模仿还不行吗 自己去想啊 那是谁干的 那是科学家去干的 咱们的定位是什么 咱们的定位啊 绝对是一个工程师 而非一个科学家 工程师要干什么 越短的时间内 把这件事做完 那是越好的 怎么样做东西做的最快 这是工程师去做的 你要想这个东西 我能不能自己 从头到头做出来 那这个东西 你得给科学家去做吧 我觉得不是大家的一个 范围之内的 然后呢 当时啊 这个任务来了之后 然后老板说啊 大概给我三个月时间 然后也没有一个特殊要求啊 三个月时间做出第一版 做出一个demo 能有一个差不多效果 就可以了 然后后续呢 他要拿这个东西啊 跟别人去谈合作 那这个东西啊 当然我怎么去做的 其实呢 因为我之前做过很多类似的 第一 拿到这个东西下午啊 我就想哎呀 我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你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 就是拿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样 反正啊 现在我不管拿到一个 什么样的任务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都是 我在哪能超过东西啊 在哪我能找到圆满啊 在哪我能找到别人 怎么去做的 我能不能得搬过来啊 我是不是说可以 人家最好做好了给我 然后跟我讲一下咋做的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东西 交给老板 这是我第一个想的 反正我不知道 我的一个想法啊 跟大家是不是一样的 可能我自己人比较懒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怎么去抄 那怎么抄啊 首先我先想 我当天要做一下什么任务啊 这个任务是不是比较常规的 如果说这个任务啊 是比较常规的 那我们在网上啊 可以找到很多的benchmark吧 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当时啊 找到的一个benchmark 这个benchmark啊 首先来说啊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数据库的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啊 它就是 有很多的什么啊 这个数据库啊 一方面 你看 它是这个赛的 一方面啊 相当于它是一个数据库 另一方面呢 它也相当于是一个竞赛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的一个overview啊 就是刚才你介绍了 这个数据库啊 或者说这个benchmark 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我们要关注什么啊 这里有个result result什么意思啊 咱们点开来看一下 这里边什么啊 一般来说啊 一个benchmark 它里边来说呢 都会收录很多很多个论文 这些论文啊 为什么会对 为什么会被这个benchmark 收录进来啊 一方面来说啊 这个benchmark里边 需要有些东西 去完善它自身吧 另一方面啊 这些论文 真的就写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它的一个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 那在这里啊 咱们再来看 我的一个benchmark里边 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内容 左边来说啊 右边就是我的一个精度吧 因为在benchmark上 肯定要对不同的一个结果 做一个对比吧 在这里呢 它对我的不同的结果 都做了一个对比 那这里我们需要选什么啊 我们需要找的 就是那些结果比较好的 而且呢 这篇论文啊 它又是比较新的 对比较新的